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耀叶九段23岁 目前中国围棋职业棋手等级分排名第一 另外一位是90后的新锐小将 21岁的周瑞阳武段 第一局 周瑞阳直白半目险胜 隔日再战 陈耀叶在重压之下早早出现了误算 结果中盘败北 19号到21号 两位棋手将会移失到黄果树继续熬战 是周瑞阳乘胜追击 完成90后起手的又一次突破 还是陈耀叶实现大逆转 捍卫80后起手的尊严呢 让我们留待下回分说 本周的另外一个焦点呢 是我们亲民朋友自己的比赛了 第26届晚报杯 那么比赛呢 也是经过了一周的敖战 最终 陆林好汉们排定了自己的座辞 代表新民晚报出战的胡玉清在决赛中战胜了老对手王琛 夺得了桂冠 王琛和李子齐分获亚军和季军 团体成绩 老牌近旅新民晚报队获得了冠军 江南晚报和北京晚报分别获得了二三名 和陆林好汉们的做事相比 我们其友们最关心的 那应该还是一年一度的晚报杯的压轴大戏 职业和业余棋手的对抗赛了 那今年呢 精英进出的职业队是给业余豪强的好好的上了一课 虽然在前三季的比赛中业余棋手大获全胜 但是今年面对精英进出的职业梦之队 业余棋手呢 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了 在全部让先进行的对局中 业余冠军胡玉清不敌世界冠军朴文瑶 亚军王琛倒在了世界冠军姜维杰的阵前 继军李子齐被小将十月拿下 原本最有希望暴冷的陆林好汉小将成红浩 这次呢 也没有等来老孽的昏招 逆袭胜有惊无险的拿下了此局 也带领着职业队以6比0的比分横扫了陆林好汉 看来啊 业余顶尖棋手和职业顶尖棋手之间的差距 仍然比我们想象中的呢 要大一些 至少啊 是不止一先啊 好了 聊过了益州的启人启事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 王源八段和邱丹云二段 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12年我们经典的一些对局 今天呢 他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 金丽智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中 最佳胜率奖的得主王锡九段的精彩对局 而他的对手呢 是郭文潮武段 好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 在这里和王源老师一起给大家回顾一下 2012年 金丽智能手机杯一盘精彩的对局 这盘对局呢 是第四轮的时候下的 对局的双方呢 分别是重庆队的王锡九段 和杭州队的郭文潮武段 王老师 这盘对局非常精彩 是吧 对 是这样 各位 大家都知道 我们以前也常这样说 金丽智能手机杯维甲联赛 实际上是我们中国职业围棋发展的引擎 是的 它是一个主要的引擎 全靠它这个比赛啊 才能够带动 推动和引领我们全中国的这个职业围棋的发展 当然它也间接地影响了我们这个普及啊 业余啊 这些方面的围棋活动的开展 那么我们想给大家回顾一下 那么2012年金丽智能手机杯维甲联赛当中的棋 但是呢 那么多的棋 好如烟海的棋局当中 其中有些呢 各位已经见过了 有些 嗯 这个也许电视台直播也做过了 因此我们这个挑棋局的时候呢 还是费了一番功夫 比方说现在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 它的主角之一是王席九段 嗯 重庆队的一个大将 对 王席九段 而且它是世界冠军级的棋手 是的 同时呢 在整个2012年金丽智能手机杯维甲联赛结束之后 它获得了一个奖项 哦 是什么奖项 它获得的就是最高胜率奖 哦 太厉害 这是我们金丽智能手机杯维甲联赛的一个独特的节目 它不仅仅是说全年的比赛 从头到尾的进行 而且呢 它最终要进行一个评奖 对 高奖金的这个评奖 嗯 呃 此外呢 比赛的中间还每一次 每一年都推出一个金丽智能手机杯的 金丽智能手机杯的一个世界冠军特别的邀请赛 哦 就是中国当年的世界冠军的比赛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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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想法有点多啊 那么就给大家介绍这盘棋吧 我们回顾一下 回顾呢 但是我还是这样想 既然是回顾 我们选的当然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一局棋了啊 那么它的主要的思想或者说接近于主题词的这么一个说法是什么呢 呃 我觉得还主要是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金丽智能手机杯维甲联赛是每一年的一个大舞台 嗯 我们年轻的棋手在这个舞台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 他们自己也表现出了他们的 呃 尽可能多的表现出了他们的潜力 嗯 呃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些棋型的出现 它也许比较少见 嗯 这种比较有代表性又比较少见的棋型出现的时候呢 由于在这个围甲联赛这个舞台上啊 大家锤炼得很投入 很认真 所以呢 也许我们经过对这些特殊的 同时就是比较少见特殊又比较有代表性的棋型的一些了解呢 呃 至少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就可以机械化的进步 对 进一步 嗯 大体上就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看一盘棋 也许可以学到一招 学到两招 这一招两招呢我们就 呃 今生今世就不会忘了 呵呵呵 印象深刻 对 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我们来看这盘棋 嗯 希望能够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收获 这个黑棋呢是郭文潮 他是一位年轻的好手 我们中国的这个职业棋界形势之所以好 就是除了超级大味儿 他们非常厉害之外 还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年轻高手 是的 是吧 呃 郭文潮呢他是八九年出生的 呃 到一三年他算是二十四岁了 呃 比起现在的九零后或者说是九五后棋手呢 他这个年龄不算特别小了 嗯 嗯 但是呢他虽然是一名青年棋手的也 但是也还是很奋战在一线吧应该说 呃 作为杭州队的一名主力选手呃 征战维甲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像他这样的青年棋手还是有很多的上升的空间 那有有有有希望他们继续努力 是是是所以他就叫百花齐放 嗯 同时维甲联赛也是百家争鸣 就是这么一个局 嗯 好 我们看黑棋是郭文潮 嗯 然后稳稳当当的手脚啊 白棋拆这个 白棋 王棋稳稳地拆 因为王棋呢在年轻棋手当中当然就算大高手了 嗯 他是 王棋是两次一次亚洲杯冠军 对对对对 是吧 他还拿过一次三星杯的亚军 亚军 对对对 输个礼是十了呢 是 嗯 是非常这个了不起的一位高手 嗯 青年高手吧 对 但是他当然这个年龄现在也是处于一个 如果是归途赛跑 不用心不努力的话 很快也可能被年轻人就追上 嗯 也有这种啊 对 哎 虽然说这现在这个80后棋手啊 像王棋他是84年出生的 他属于应该属于当打之年吧 嗯 像古利亚孔杰之类的 但是呢现在90后95后的棋手 对他们的冲击也是很大的 所以一定要保持自己一个良好的状态 对 这种你追我感 嗯 这样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啊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就是我们精力智能手机被微假联赛 这么一个大舞台 对 这一点跟过去是完全不同的 真的就是 比方说我有好些想法 呃 这个如果没有足够的实战的磨练的话 这些想法很难去证明 呃 包括待会儿我们很快就出现一个骑行啊 我就给大家待会儿糟纵的介绍一下 呃 在我下棋过去的一个年代啊 这个比赛很少 而且各位可以想象 你比方说 呃 八十年代后期 呃 我在四川队 四川成都 嗯 那么上北京下一盘棋呢 这盘棋当时有一定的对局费 大概是300块钱以下 嗯 呃 那么我从成都到北京买一张卧铺票 要60块钱 那会儿 来回是120 是 我这个千里条 而且是32个小时以上 当时成都到北京 不像现在 单程 单程要知道 那么轰隆隆轰隆隆的到了北京 下一盘单淘汰你就输了 然后对三天 你轰隆隆轰隆隆隆隆 又得回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想想 很不容易有个比赛 然后单淘汰一盘就输掉的话 你有什么精彩的想法 可以在实战当中 这个试验展示 对 就很难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是完全不同了 嗯 而且呢 确实我们这个精力智能手机杯 维甲联赛上的棋啊 不要说我们特意选了一下这盘 就是不选这盘 信手拈来 都是有话题的 都是不错的棋 对 因为它集聚了 呃 就是维甲当中 年轻高手也有 比如说像王熙这样 呃 大高手 或者说年轻一辈的 它们之间的心血 我觉得是 因为维甲的每一盘棋 都是它们 呃 想要自己成长 对 仔细下出来的每一首棋 我想都是值得大家 仔细去揣摩 仔细去欣赏的 嗯 好 那我们来看 接下来 黑棋 在这儿 大飞挂角 对 看起来很简单 白棋 也看起来很简单 嗯 对 猜耳也很简单 接着白棋 紧紧逼住 这个形状呢 广大的棋 有一定见过 哎 下边一招棋 也是很简单的 黑棋 这个拆二 需要强化一下 它跳在这儿 跳 哎 这也是可以的 哦 王熙呢 下一招 马上就拆回去 也很稳 小飞 对 这个 然后黑棋 郭文潮 下出了一个 飞这个 最近比较流行的 就是腥味 小飞手脚 嗯 最近大概不到十年 摊上突然流行起来的 有事没事 他腥味 就小飞手一个 以前的理论觉得 腥味啊 自己手是手不好的 因为手一个呢 你这个脚还是漏着风的 不管怎么拖啊 或者人家二五轻分 二四轻分 你的脚反正是没守住 嗯 很有意思 这个是现在非常好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从 最近这些变化当中看到了 现在的年轻起手啊 他们似乎 或者说他们 试图 嗯 是用一种很 这个立体的眼光 嗯 带着一个就像这种 看3D电影那种眼镜 来看盘上的东西 嗯 所以他们眼睛里边的景象经常都是立体的 嗯 全息的 但是这个呢 以后有机会 有点啰嗦 再慢慢给大家解释 对啊 总而言之 是流行 现在流行这个东西 嗯 那么王锡呢 下一招 选择了一个以 以弓呃 摆出一个进攻的架势 慢慢慢慢的这个向全局推进的这么一个下法 阵头 他阵这个 以前王老师我记得这个骑行 黑棋很多都跳在这边 是是是 跳这他往往是腰眼上 先扎一下 先刺他一下 这是过去式 是 就是这样 假如说这个时候 对 刺你一般是要接上 接住 然后他再往回守一个 对 他守一个 然后你那个要守 因为他刺完了你不守 他二路有个踹 这个二踢脚有点讨厌 对 飞一个 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定型 所以呢 黑棋还要补一个 黑棋还要补一个 当然黑棋也不坏 白棋也基本上连回去 也不坏 是 呃 全局不坏 但是总的来说呢 这个地方好像有 略微有点拘束 嗯 觉得速度慢了一些 是 因为现在是大天幕的时代嘛 就强调速度 对 所以后来就改革了一下 嗯 改革了一下呢 他就是单跳这个 他就反正我早晚都要跳这个 我干脆就跳这个 我呢 这两招我还省下来了 就这两招他现在省下了 他觉得也许 省下来好一点啊 嗯 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 先有鸡和先有蛋的问题 很难证明 嗯 总之 就是现在就这样想的 因此呢 白棋在这硬 嗯 黑棋 下出这个手脚的时候 这个有意思 现在这个小黑手脚多啊 朦朦隆隆 我还是要给大家报告一点 朦朦隆隆 有一点什么呢 相对于直接占大厂 这个先手回来啊 朦朦隆隆 有一种把拳头缩回来 嗯 下一步才抡得开的意思 嗯 他有一个这个协议 有这个意思 但是不一定能成功 嗯 嗯 这个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专门向大家汇报 就这个挺有意思的 现在他就是第一步慢 然后为第二步的弹射啊 创造条件 对 过去在某一种情况下呢 他第一步跨得比较快 嗯 但是第一步之后 他要巩固这个跨得比较快的 这个步子的时候呢 呃 他弥补起来就有 对 有另外的味道 后劲不足 不一定说 哪一种就好就不好 是 嗯 所以大家看到现在年轻高手 他们棋局当中啊 这个小飞 心味小飞 手脚到处都是 嗯 就觉得一时半会儿啊 你不从这个方面去品味啊 你就划不来 等于就是 呃 这个以后要是能够从这个方面去想最好啊 好 我们话题要转了 看这个 那么白旗 走这 走这 镇住 镇住 他想要 威胁牵制这块 白 黑旗 然后呢 看往中间 往上边 往右边的发展呢 是怎么回事 嗯 黑旗呢 下一招就是提前 郭文潮这招期比较少见 先掉了一下 对 先遣销 嗯 我以为也是可以的 然后白旗印了 白旗既然印了呢 郭文潮他就选择了上边的站大厂 嗯 这个大厂现在就是意义生辉了 就非常棒了 你看这是一个小飞 这是一个小飞 他的中间 嗯 是吧 而且这个模样印站呢 和整个右边又有一些血液的配合 嗯 在这个血液的配合的右边呢 他也有个怪异的一个特点 就是白旗如果要进去分头的话 没有一点是两边都可以拆二的 对 特别怪 你看你走这个 他就站这个 你走这个 他站这个 他中间的距离不够 对 所以他这个小飞啊 年轻人现在体会出来这些东西很特别 过去啊 在我们下棋这个年代啊 就是这个问题没有想过 一般没有想过 就是说先把这个前进的步伐啊 慢下来这一点 过去没有想过 现在呢 他们是布局看起来慢 实际上的中盘就是飞快 飞快的推进 年轻人 行 挺有意思 我们接着看吧 下边一招棋是王熙大高手的风范 同时 而不是他走的这个 拆二 对 黑棋走这个 都是大厂 嗯 然后这一招棋 是王熙大高手的一个风范 嗯 是吧 小乔 呃 他的战略意思 你给大家能不能模模糊糊的解释一下 呃 我想他是这部棋很明显的一个意图 想要攻击你啊 然后呢 就看你这三个子要接下来要怎么处理 然后看起来呢 他有在中央发展的这个意思啊 嗯 然后这个王熙的棋风呢 他本来就是以 呃 犀利 著称的 而且他对棋行的感觉非常敏锐 这也是他之所以成就非常好的一大原因 嗯 对 呃 这个震了之后呢 黑棋稍微有点难受 我往往说 哈哈 对 这就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嗯 呃 小球说这一阵头我感到有点难受 其实呢 我觉得你这个叫不讲道理啊 我是拆二 又加一个单关 嗯 这个棋你还要来证我 还要认为我难受 那么我我要什么情况下 我才能不难受呢 难道我一定要摆成这样 我才不难受吗 对吧 给大家画个摄影图 哎呀 摆成这样我才不能受啊 哎 所以他这个带来的话题很好 嗯 那么由于这个特殊的格局 黑棋下一招应该怎么下 嗯 就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通过我们金粒智能手机 被维甲联赛这个赛场啊 下出了这个棋行之后 将来我们 呃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 它的操作方式啊 我们以后碰上类似的棋行 你就知道怎么下 至少你知道这个方向应该往哪儿去 对 呃 这个 也是以前有机会就要给大家报告一下 还是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呢 就是学习这个古朴方面的东西 比较 有那么一点点 所以一看有一些棋行 我脑子里就是连锁反应 就是给大家介绍过的 诗乡下的繁衣药处总局 它其中有一句 这一句叫 十本供虚柔克刚 它的意思很好 就是我用十的东西 来供以虚的东西 是吧 然后我以柔克刚 它的意思解释起来非常棒啊 那么像这个棋行一看呢 很显然 这个双方都是这个虚 都是虚的 白棋你说要供这个柴子怎么供呢 当然你不走呢 是不是小秋他以后这些就很讨厌 对 他给你纠缠进来 不要说别的 他就这点你一个 你不是也没跟着吗 所以小秋刚才就觉得难受 我也不知道怎么走好啊 你说这黑棋 他也不能这样吗 这个太 这不行 不对 就不能这样下 这人家以后二路坚 你也难受得很 是 不对 所以应该怎么下 石站呢 当然它就是从这飞了 这个飞呢 就叫以虚对虚 对 它也很虚 很飘 因动而动那种意思 但是呢 诗相下说的十本供虚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个 以石供虚的 就以石对虚的这么一种招法 这招法非常容易记 你看这张白棋当然是虚 它是虚式 黑棋呢 左边这个棋也比较虚 那么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实呢 其实最朴实的就是这个 这个尖就是最朴实的 尖一个 因为它有一些缝隙啊 接下来这个变化 一定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留有印象 由此呢 我们也感谢金力智能所 就为维甲赛场这个舞台啊 他们两位这个比赛 给我们带来这个话题 我们一下就把这个东西啊 和古人的对我们的一些 经验的总结啊 我们就把它串上了 接着看 你说它尖你白去找什么 我能挡吗 对你肯定要挡 因为首先你不能飞 我们看看 这个飞呢 它下一步就继续问你的时候 你就有点难受了 这个骑行 也不知道怎么下 对 你看你 接上吧 接它的跨 然后这也跨 这跨已经出事了 你刚才张摇舞打这两个棋子 现在你洞虚相应 你没法联系了 所以那看来你要退或者是顶 是吧 无论 哪怕是你顶吧 它就加你一下都可以 就加一下就已经很满意了 对 又不知道该搬 还是该接 一般呢 它先是打一下 你接它退回去 是不是啊 所以它一肩的时候就知道 这个飞肯定是不行的 就松了 是吧 松了被人家挤压了 同时呢 不理是不行的 不理人家处出来 因此剩下的只有一招 贴住它 这会我们发现 以时工需 下成这样之后 一瞬间除了具体的招法的计算 我们还要想到 黑旗下到这两招的时候 这一瞬间心里应该感到比较高兴 高兴什么呢 我很有先见之明 先掉了 我先掉到了 如果它这变得很厚 我这个掉是永远掉不到了 是不是啊 会遭到反击 人家张牙舞蹈进攻 我的招法就多了 是 那么我给大家报告 我闪过的这一个念头 主要是试图通过这个念头 告诉大家 我们把先前已经在盘上的棋子啊 它的作用和我们将要进行的计算量 要结合起来 就下成这样 黑旗有一点点成就感 但是接下来怎么样 还不知道 我们接着看 黑旗 几个 对 他们白旗只有打 然后咔嚓 钻掉 太有意思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白旗正常情况是叫吃 只能 唯一吃掉它的方法 对 唯一 这是唯一的 下别的方法都吃不了 对 这是唯一的 糟糟必须 这又是唯一的 对 好 下一步呢 黑旗骄傲自满 然后一下蹲 那一下蹲 这个就觉得已经有成就感了 就很考验白旗 你是打这儿还是站这儿 对 但是就怪 所以人他不能骄傲 你觉得我的思维方式和我的招法结合上来已经得意了 就觉得他很难受 其实不然 你走这儿人家白旗就吃 因为他不能走这个 对 走这个你这个一鼓出来 你这个形状非常棒 你把肩膀往上一拱 非常有劲 破土而出 他封不住你 这样他就可以多了 他不能封 然后再 这挡不住了 变成 由于这个打是先手 只能退 这一退就不行 这个防线一松就哗啦啦 这个绝口一定要堵住 但是现在堵不住 所以白旗第一时间他就挡在这儿 关子固然亏了 但是你这个东西出不来 所以走这个他搬住 你再虎的话 这个是扁形的鱼形 对人家挡住了 黑旗是鱼形 小旗他出人命不会 但是将来呢 你看 比如说他走这个 你总得硬吧 我得挡住 他下一步吃这个 你就不知道吓着 太狠了 他要透点 难道你要把这个走好吗 他这再打 你是不是要接 你接给你全部捂住了 是 这个这样的活不如死了算了 好 他就是说明这个旗形啊 被人家挺出去 这个旗形不行 然后接下来的变化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们要判断到 第一个白旗 一接黑旗成功了 白旗这一叫吃 关子大概损了两到三目 对 但是你这个出不来 你这个出不来 黑旗下一手就没有好棋了 没错 作为职业高手来说 你不走 但是你拖鲜他也吃不着你啊 但将来他就走这个 是不是 我得打 哇 长一个 就伸伸头弯弯腰 做广播操 你也很难受了 他最黑的还有这些 哦 他还能搬进来 你打了他再搂出来 再转过来他 这个够黑的 嗯 所以这个旗形黑旗就叫不饱满 但是我们一般的计算到这个程度啊 嗯 就打住了 我另一个也不行啊 嗯 可是呢 我觉得一个是他们在这个维甲联赛啊 精力智能手机杯这个比赛 联赛这个舞台上 他们两个年轻其手下出这种旗形 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所以我们能够思考出一些非常有味道的东西 所以这个比赛是非常了不起 嗯 我们接着看啊 这回味很有味道 因此呢 黑旗这个旗啊 利你自以为得意 嗯 因为我考验你 你是规规矩矩 一毛不拔的 街上留下味道呢 你还是割地求和 陪我两三木旗 我利一个 你自以为得意 结果就浮潜了 嗯 没想到这个为人浮潜了 你以为你这样就成功了呢 接着往下看啊 就发现这样黑旗不满意 因此这个单搬最早旗 应运而生 哦 这个一搬很难想到 单搬最早旗很难想到 可以单搬 太有味道了 是 我们接着往下看 真的 这一搬呢 白旗就不能挡了 嗯 因为你一挡 它下一步就这样来了 打吃 它就 它送给你两木 然后再打 但是送两木 完了这个一壶 哇 这一鼓出来 你就挡不住了 嗯 这一挡不住 你就这个旗行就崩了 嗯 这个对于高手来说就大亏 是 所以它是单搬 根据你的情况来决定 究竟我下一步是单地呢 还是苦肉计 嗯 多送给两木 起 因此白旗要针锋相对的 唯一一招是什么呢 就只能是二路搬 这个双方下车就奇迹有味道 好 二路搬的时候 黑旗不能走别的 嗯 一走别的 它一探头 你就崩了 那就搬住它 对 那叫先打 哦 先打 你先搬用 对 先搬它 先断打 哦 一阶上给你蒙住了 是 所以它是先打 就这个级下车 阶上 太漂亮 然后再打 哎 再教师 这个就叫诗相下缩的 十本功虚柔克纲 嗯 它是不仅仅是指导我们宏观的行其方向 而且指导你具体计算的时候 你应该往哪个方向去科学试验 嗯 啊 好 它就先打再挡 好 现在你不能打这个 你打这个 它把这个薅了 对 这也差多了 这也差多了 本来它站在这儿的 现在刚才提到底下 对了 至少亏三目以上 嗯 而且还不止 大概有五目 而且这底下还有收器的 还有 是 所以这个起呢 白起它就断然不能断打 它有单斑 单斑 对 单斑黑起也是提 提掉 对 现在白起就必须要补 补呢 大概这个就要先吃一下 是吧 吃一下是可以的 哎 就算你接上吧 接这个 好 这样我们发现第一个特点小球 黑起是不是铁活了 是 两只眼瞪得圆圆的 铁活了 你围在它周围的棋子的效率就相对降低 对 第二看起来白起这个很大是吧 你这总有个锦气三子头吧 是吧 将来最妙的是除了这个打吃之外 这个打吃当然没有什么棋 但是结材无数 小桥它将来有这个 对 它打结嘛 而且这个关子不亏啊 再爬 黑起爬 白起只能斑 然后再一断 断的时候白起最痛苦的是 它不能打吃 嗯 它如果打吃的 被黑起长出了一起 变成打结了这个脚 这一斑 这个简直太妙 你只能铺完了打这个 打这个人家不理你了 对 然后这个 永远给你耗在这 太狠了 太狠了 所以你这一斑就只能退 嗯 你一退它实际成熟 这一段一斑 你不是嗷嗷叫吗 是啊 是不是啊 你只能吃这个 嗯 那它就跑出去 你吃这个我查看先生 是吧 回物也无穷 这里头 这里这个白起借用很多 结材多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啊 在现代起当中 其实过去起也是这样啊 结材就是生产力 对 有时候结材就是木 就决定胜负 因此这个地方 它免费结材这么多 你就受不了 是吧 是的 因此在这个情形当中呢 很很奇特 就是请大家注意 这个行骑的次序啊 看上去又好像 刚才二路黑骑一蹲 行还是不行 你就做结论啊 没那么简单 它单单 你搬它的时候 它断打 就是这个地方啊 它棋子之间一来一去 它带来的趣味啊 我觉得就是他们 两位年轻高手 给我们带来一个 非常好的命题 嗯 然后以后 我们大家下这样的 气都会下了 同时呢 再回想一下 遥远的过去 两百多年以前 祖宗提到的 十本功虚 柔克刚 它所指的是什么 嗯 了解的这些 我们发现 做这样的回顾 就已经很有意思了 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他们实战 这个话题很多 这个叫十本功虚 柔克刚 但是呢 那觉得这个黑骑 这个尖是挺好的 是啊 因为你这已经 这个外边已经这样了 所以它尖是反过来 试探你的应手 嗯 行 我们看实战 实战呢 是郭文朝着这个 那么下一步 王席这一贴 这是肯定要贴的 无论做什么动作 都必须要贴 嗯 不然被黑骑朝下一贴 你得让你先接 他这一贴 你就嗷嗷叫 这些已经就变了 所以他一定要先贴 黑骑一飞 飞出了 呃 人家说的是十本功虚 我们发现 黑骑是以虚对虚 对 或者说以一致一 它跟以一致一的意思 还不太一样 因此就感到 黑骑这个下法 是不是非常老练 非常油滑 非常深沉 就觉得还是年轻了 黑骑还是年轻了 就是虽然他这两招也不错啊 但是我们看棋的韵味的话 就觉得哎呀 年轻了 下一招王席就下得很狡猾 但是王席这个老成和狡猾呢 他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王席九战 他一个特点小球 我看他的棋啊 就是他下棋是容易高兴的 对 一顺了之后很快就觉得我 他是乐观派 乐观派 他是超级乐观派 而且他的棋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在他原来 还没有成为高手之前 他是非常乐观的 不是一般的乐观 那么人家评价他的棋呢 由于过于乐观 所以成绩到不了一流棋手 那么后来呢 他稍微退了一点 这样一来之后呢 他这个 就是对于局面的控制能力 各方面都会紧了很多 紧了很多 所以呢 他就成为一个一流的高手 对 我们这个棋界啊 确实容易出现这种 就是作为艺术家特质的这些人啊 因为他首先不乐观 他成不了大家 对 是吧 但是你成了大家之后 过于乐观的话 肯定这个进步就 步子就慢了 对 是吧 所以这个尺度也很难掌握 是的 问题是我们大家看齐 尤其是回顾啊 你能从这些齐 从我们画画写书法的 一笔一画当中 读出这个作者的 他的这个记忆水准 精神状态 他的性格特征 对 所以这不是就跟看电影一样 没错 主要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接着看 王熙下一招期 非常符合 十本功虚 柔克刚的这个要理 他就是小尖 这招期下得好 但是很快呢 他就太高兴了 这招期下得好 这黑棋非常难受 这个黑棋现在不能挡回去吧 对 这个当然 这顺着一长 这一长 他首先他没连上 已经不好办了 你接上去那种 把你冲断了 对对 一定不好 而且外边还没有弄好 所以黑棋不能这样 黑棋不能 黑的棋只能用这种 做旁通手术 因此从旁边靠 就容易理解 我们接着看 靠 白棋 斑 这是一定的 黑棋长 对 下一招这个王熙下得太高兴 我觉得几乎他是 郭文潮这招期 一落盘 他马上就贴了 因为他感觉非常好 王熙 但是我们也是经常这样说 感觉非常好的 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 对 旗感好 按年龄来算的话 以罗喜和为首 古力 接下来 还有王熙 他们都是反应非常快 接下来还有什么 谭笑 现在年轻高手 他就一招一招 他自己都止不住 这个江绳他勒不住 对 我有的时候 就是对于这些 才华横溢的高手 下棋非常快的 这个高手 我想作为前辈 给他们送一个调侃的说法 是什么 我说这种快棋高手 往往是棋都下输了 他才开始敞考 但是棋已经不行了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批评 它确实是一个特点 它优势也是因为快带来的 它的精彩也是因为快 但是偶尔的失手 也是因为快 你接着看 他就这个贴 这个当然是顶 我就不明白 他为什么不顶 这个顶是试探一手最好的一招 而且也像定式一样 对 一顶我们看黑棋怎么下 黑棋要接上 如果街上被他便宜了 他这些都不走 他直接走这个了 他直接从外边给你切断了 切把它断 非常难堪 这个黑棋 你再也吃 你这个简直不好办 你如果断吃的话 他把这个提掉 你再吃 他这个还跑 你一提他再跑 你去接吧 这次你很难受 是不是 这显然不行 所以他叫吃的时候 有一种可能性 你是接 对 你接他接这个 他这两个顶就便宜多了 是不是 小秋带上 他是不是还有这个 是的 然后挡住 再一拖 又出事了 又半个眼 半个眼 而且这个木树也不对 你很痛苦的发现 花了一串子 吃了人家一个 对 之后这个底下还是有棋 对 这是你觉得非常难受的地方 实际上这个就是 刚才白棋这刀棋 石本工序 柔克钢 这个尖下得很好 它的内涵就是盯着这个尖的 然后呢 这个又是施坦应手 你下成这样 如果黑棋这个子在这 那白棋就一点都不值得骄傲 那好多了 是不是 活了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要点顶你一下 是个施坦应手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能 这个变化不能给大家摆的太细 还是那句话 因为我们以下内容还很多 那么你比较狂的一个下方 你这个是不错的 就横爬 要寻求它的步调 它就冲这个 你最狂的是挤这个 挤这个就 它也不管 它就把它冲 先冲过来 对 然后你把这个吃掉 它就把这个 头一探 每一个白棋的子都是恰好 这一袋连的都还可以 对 然后二路一搬的时候 你就开始叫 尤其还没活 你必须要补一个 补一个 他先手 周围都活了 都厚了 就这样 是正常的 应该是白棋不错 白棋的配合太好了 你刚才掉一个 他刚好守在这 对对 每一幕棋都撑住 对 太合适了 这真是 所以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结果我们看 这个王锡九段下得高兴了 那么他就跟着贴 是吧 跟着贴 然后黑棋下一步是最顺手的 顺手牵羊的一招 太棒了 他也顶 顶这个 白棋立 黑棋再一跳 接着 当然这个段本来也是一招 可是毕竟被黑棋吃到这 它这个差一点 差一点 接在这 让你酸再吃掉 目数好一点 但是外边差一点 这个就不说了 总之太长 人家一接 白棋还要来吃这个 挡下来 小熊我们发现是一个什么呢 白棋实地有德 但是黑棋这个地方 它的弱棋 刚才你想 当头一震 影响八面的 这样一个棋 突然变成黑棋 建立了空中优势 而这个空中优势 非常怪的是 周围有它的肥天卧土 配合 它成为一个立体的配合了 所以从战略上来说 白棋一定是至少不成功的 这个黑棋下到这里的时候 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 黑棋已经转到中央来的 这个头 而且现在很重要的是 轮到黑棋下 那么接下来 黑棋会怎么样经营 它中间这个形式 还是它需要取缔呢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继续欣赏这番精彩的对局 红星耳克邀您关注 澳王精彩在世 今天有什么新发现 全新三星Galaxy Note 10.1 S10智能笔 让你尽情书写 更可分屏查阅 三星Galaxy Note 10.1再升级 世界Note新体验 361度提示您收看 精彩顶级赛事 Try the Extraordinary I am the king of rebounds Love to try 欢迎回来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和王老师 一起给大家讲解 这个精彩的对局 刚才呢 白棋刚刚挡了一个 接下来轮到黑棋 怎么经营中间的模样呢 还是他要先从边角开始入手 对 这个黑棋呢 中间有一定的空中优势 虽然并非铁板一块 但是现在我们一看呢 显然是空中优势 他对地面的声援啊 就是黑棋右边这个 整个阵势叫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但是郭文潮呢 这个小伙子不错 他接下来啊 他还要坚固一下实地 接着我们看 黑棋先在这拖 一拖 对 这个一般白棋是要硬的 黑棋在一般 连斑 对 接下来呢 王席在这呢 下的还是大高手的 份儿还是有啊 很沉稳 因为他发现这个轿吃呢 他怕人家把他脚上吃了 对 接上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照着定势 打吃了要鸡 来说接上 对 他可能担心人家 把他脚上那个子 给他薅来吃了 比如说这样吧 虽然这个也是一个变化 但是薅来吃了之后啊 这个白棋有一点难受 就是在 在这一线 他子的堆砌太多 这个下去 还是保留非常纠结 如果你要下去的话 将来这个人家 他拱拱都是先手 他 你看黑棋还要轻轻问您 活了没有 这个他受不了 这个空间太窄了 是的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王席九段 大高手 稳稳当当的接了一招 好 我们接着看 实战下成这样之后呢 王席就稳稳当当接了一招 但是他可能都没有想着 因为王席九段呢 也是俗读兵书啊 打得齐普多 在这个情况下 黑棋脱先呢 他是在大概25年以前 当时赵志勋九段下过 就下成这样之后脱先 因为我们知道 本来黑棋这一虎局部已经很满意了 对 下成这样挺不错的 但是赵志勋当时曾经脱先过 这样的棋谱呢 王席肯定看过 但是郭文潮不一定看过 所以我就在想 下边这招棋 其实郭文潮实际上脱先了 非常酷啊 他脱先了这刀棋 说不定是他自己开发出来的一个想法 那么这个年轻人思路相当不错 没错 当然如果他是学了前辈的招呢 很好学 这也不错 总之 顺便告诉我们广大的棋 这个棋型黑棋可以脱先 对 好 我们接着看 黑棋是走这个 那么王席在这就很焦急 这个你也会啊 你脱先了 你脱先了 那我必须要吃 那我就把这个吃了 嗯 黑棋下一步长 对 这一长又给他出一个 就是不能说出了一个难题 嗯 因为他不早呢 人家下一步一接又 你接回去了 那这个损了 不一定便宜至少 所以呢 干脆这会儿啊 王席就说 你这个年纪轻轻的 我看你这个 这个 能够表演到哪儿去 是不是啊 所以千万人无往已 提掉 他不怕 他就提了 但这个提呢 这个局势立刻就变得非常被动 嗯 因此呢 我倒是 我看了一下这个星期 我建议如果王席九呢 有足够的危机感的话 这招棋啊 好像是要考虑打入 就是选择一个下方呢 是跟这个变化有关 跟黑棋要接上有关 一般来说黑棋会打 是吧 这一锄头又挖 这个适应手非常好 此时此刻 因为小圈你如果吃这个 他从这翻出来了 对啊 黑棋也不坏 但是白棋增加了头绪 嗯 但如果你是要走这些的话 他就是接 那么我得打 他就渡过了 被白棋渡在底下 这个度过了 你一段打的时候 他天上包打 包打再接 这黑棋要死光了 对 这个黑棋要死光了 所以当他打入你盖胎挖的时候 你不能退 你不能退就意味着 你只能这样下 只能吃 那么被白棋翻出来了 你当然这个是不能忍受的 二路打不能忍受 那不是起 人家一提 你吃人家不理你了 这个中央的潜力 就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黑棋一定是提 这黑棋也不坏 白棋再把这个接上 黑棋再一搬 白棋再一拐 这样白棋从这儿 杀出一哨人马 顺便进军中府和右边 对 然后上边还悬而未决 对 我建议他这样 就是要有危机意识 但是王九段在这儿 显然还是觉得 郭文才你年纪轻轻的 是吧 因为你这个还知道脱鲜 是吧 那我就先把他吃了 我看你怎么表演 很快 王熙这棋马上要输了 马上要输了 非常危险 我们接着看 因为我们精力智能手机 维角联赛这个赛场上 每一盘棋 给我们广大汽油汇报 大家也都知道 每一位 每一盘棋 每一位棋手都是全力以赴 是 一个是责任心 一个是现在形势所迫 第三个 他的钱不一样 每一个队友下这个棋 胜负钱都是不一样的 输了一般是没有钱的 差距是很大的 赢了才有钱 所以它是各方面的力量 作用于一盘棋 为什么刚才我们在这吹呢 就是信手拈来 精力智能手机被为甲联赛的棋 信手拈来都有很多话题 没错 所以为什么 现在我总是 我这么认为 一家之言 我认为韩国的职业棋界 它是在我们之后 日本就简直早 老家了 老家了 职业围棋 是 行 我们再看他们的 对 王熙有点归附赛跑的意思 踢掉 这个拔了 下一步人家 郭文潮一走这个 对 你看这个棋 整个这个右半盘的一半啊 以上 这个白棋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措手 当然王熙他不怕 看起来王熙他 他这个下法呢 这边也是 把这个子仙吃掉 把所有的能守住的木 全部守住 然后这个守 木也守住 然后就看里面 打入会形成这个结果 对 他说我 你这个 我根本不怕 我可以单棋突入 那么我们接着看 他一飘 掉在这 是吧 规范的下法 黑棋呢 是跳 这郭文潮现在是很困惑 这个棋呢 变化当然也很多 可是你要说 现在就算黑棋不走 白棋也不能一招棋 就活得很好 对 换句话说 黑棋就是这招棋不走 他都不一定输 他不一定输 该他找到 他也一时半会儿 如果你沾前过后 也不好攻 当然进攻的方式多 这个也是一种 是 这个呢 最朴实是可以的 跳 那么王熙九南跳下来 接下来的故事也很有意思 就他们这番棋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说 在追击对方 一块鼓起的时候 方法太多 路子太多 怎么样选择比较稳的下法 还有呢 战机出现一定不能错过 尤其是跟高手下 那是战机转瞬即逝 对 大概有这么一些故事 我们接着看 黑棋刺聚焦 这是对的 白棋压 这也是好棋 压完了就压不到了 对 那么黑棋必须退 白棋现在要接 黑棋再扎钉 这一段是黑棋交换了一个 是这样 九十嘛 四十四 还没有 后面下 后面 它先扎钉 现在都是很规范的 白棋吓着 终归要跑 笑出来 现在看起来白棋没有一眼 没有一眼 而且它这个发展趋势是一定的 就是按照旗笔来推 比如我们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我们来分析它 它有些东西呢 虽然说进入中盘之后 它的硬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计算力 战斗力 虽然是这样 但是呢 大概的逻辑和方向 我们还是可以 以此作为指标来判断 就是首先我们问 白棋这块活了没有 没活 现在没活 其次周边是谁的人多 黑棋多 黑棋人多 这两条 第三条 它借着进攻你的势头 把这一块变成实控 这个希望是不是很大 它轻而易举 探囊取物 它也可以做成空 问题是 做这个空 是花一手切 还是两手切 这上男人询问 第四个问题 当然就是你这块鞋 这个路漫漫 骑修远 西安 你回家的路在哪 远的呢 远的呢 它这个地方 虽然黑棋这个间隔挺大的 但是你自己要连 你会发现很困难 你走这儿 你正好把你找断 你走这儿 没连上了 就还能贴过来 接下来的故事呢 我们就可以 一品位呢 发现对局的两位高手啊 他的心态 王锡呢 几招之后 可能就属于一种 爱谁谁的心态 因为被黑棋逐渐聚焦 走到尔算尔了 就知道了 那么郭文潮呢 就是前后矛盾 左思右下 我们接着看啊 非常有意思 下边一招棋呢 黑棋 它的选点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作为快棋 如果是快棋 这招棋 第一杆 非常漂亮 合纵连横 然后编织罗网 是吧 对 我还特地查了一下 我在想 他们这盘棋 是不是快棋 我还发现不是 是一盘慢棋 给大家报告一下 感觉很好 你看自己差不多连上了 但是他有一个后遗症 小球 就是什么呢 你如果是一招棋 就把他围好 你要保证 他点脚的时候 你要能吃他 但是你这个破形 你要吃他 你发现这个外边 千丝万党 有好些借用 不太踏实 我们知道周围黑棋 有一些子力之后 欣慰加小飞 对方点进 三三来不是党 这个给我们的棋友 广大棋友 当中的某一部分 这个给大家再重复一下 加成这个印象 不是说这样是打劫 是不是 或者是这样打劫 他人多了之后 他直接这样吃你 对 他第一个有这个吃法 第二个呢 一点三三的第一招 他就在这飞 这个就是杀你 杀你 做一定是 因为你走这个是后手 你最后走这个 走这个他在尖这个 这样吃你 就连这个都不飞 这个飞还被你冲一下 他这样 就两边两个怪飞 周围只要厚 他就吃你 因为你一搬 他就退 这个是作为一个基本功 对 因此 欣慰小飞手脚 他这个棋型 成空率多少 严重的依赖于周围的环境 这是一个 我们今天可以有的收获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棋型 人家一走 你这个是不是能吃小球 反正我头疼 这个就需要计算 我头疼 所以我下黑棋 也会沾前顾后 虽然我现在优势 优势甚至很大 我会沾前顾后怎么着呢 我这招棋会下这 跳在这 这个地方对他的帮助好一点 这个厚一点 最好是再加一个 就安全了 甚至我希望他来走这个 那就安全了 对 他走这个我就冲啊 你看 你一接 我就退啊 就是你在这儿 撞得越多 我脚上越安全 越是借力 是吧 你走这个 我就 飞这个也行 这白棋型不太容易 你就走这个 我就最笨的 我就挡住你 而且你走这个的瞬间 往往就又走 我一冲一扎 是 我就聚焦 就是我下呢 我非常纠结 我就想什么呢 既要追击你 同时我还要兼顾我脚上 我这个粮仓啊 我的大本营啊 我不愿意待会摆忙之中 我再去补一招 但是哪一种对呢 不知道 这一点给我们大家报告一下 那么郭文潮下这招棋 一定是下得非常快 他年轻人感觉 他说我这个保卫我不怕 我脚上已经好了 而且你外边你还没好 我们接着看 下边一招棋 白棋尖 这个王棋当然只能这样下 他不能下别的 他得往外跑 对 黑棋没有眼 黑棋是飞 挡住 再一飞 再一飞 白棋仍然没有路 他只能天圆跳 他就是棋长一尺 无眼自活嘛 尽量把他棋走得长一点 对 那么黑棋下一招刺 先刺 这个刺也是好习惯 是不是 刺 你就像这个刺一样 跟这个刺一样先聚焦 是不是 先把他的盐给他扑上 对 你接嘛 我再走 我这个全部天衣无缝 然后您还没好 我这张自然成功 待会把最大一个逆收官一收 这块棋 黑棋大概有小六十目 这块如果有六十目的话 这有二十目以上 这已经八十目了 中府这还有五目以上 八十五目 我们粗粗的算一下 白棋上来吃了这么多石地 有多少空呢 这个地方是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四十 四十五目左右 五十五 六十五 六十六七 六八六九 最多七十 黑棋已经八十五了 那这个形式一片大好 一片大好 就我不吃你 你活 我只要把这个逆收官收到 对 这个地方不用花钱了 不用花手术就行 好 他就一次 那么王席呢 跟这个地方一样 他也是先压 黑棋 郭文潮 这招退 我一看看就觉得 他这个实在是太犹豫 年轻人 有些时候 他觉得怎么下都赢了 这也是太好 第一个是挤 一挤一个他走什么 挤的话 白棋这个断点 他必须得护 哈哈 这个棋你怎么补 这个是几十克气的 温吞锁 这个黑的是这个 这最狠的就是直接冲了退 让你两个断点 直接冲了几 冲了几 让你三个断点 让你已经接不上了 你反正是接不上 看你怎么 白棋最狂的是这个 你走这个没关系 他就走这个 你这个贴回去 没关系 他这个叫放长线 钓大鱼 这我觉得白棋凶多吉少 这块棋 死呢不一定死 就是白棋这个接先手 但是黑棋一定是 借攻击你这个地方成后 然后这个地方 给你全割下来了 他的时空也是很好 也很大 是吧 对 这里虽然看起来少了 但是底下的空 依然是护足 依然护足 你这活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怎么活呢 这怎么活 所以这个年轻人 在优势的时候 他我觉得郭文潮 这盘棋要总结 是一个心态 因为王棋是大高手了 这不用说了 千锤百炼 在我们国家职业棋界 都是数得着的 前几名都是数得着的 郭文潮这年轻人 就是通过这些 不仅仅是要总结招法 我觉得要总结这个心态 对 千锤百炼之后 这个职业高手 他的心态应该是 非常坚定 非常冷静的 而且只有这样 才能够该出手的时候 你这一船才抡得出去 我们看看这个棋型 你发现黑棋这招棋 郭文潮他这个年轻人的老师 要是看见他 人家一冲他就一退 而不是说去至少冲他一下 就觉得你很无语 是不是 非常无语 你这是怎么回事 好像你怎么招得赢 人家可是世界冠军级的人 所以这种一冲 你一定要等 我还是要给大家讲这个东西 这个太狂 这个太棒 挺狠的 是不是 够狠 然后再来看这一招棋 你就发现这个味道就完全不同了 接下来还有纠结的东西 接上 对 一起一跳 这一跳 这个也必须要跳 这一跳这个形状太漂亮了 是吧 这全部连上了 老板起飞 我觉得通过这盘棋 我们广大的棋友如果能够 体会一个这个 倒过去往前说 就是你刺人家单关 人家压的时候 什么时候退 什么时候他压这一下压不到 这个有的时候 是你死我活的大问题 这个好难 好难 这个事好难 然后还有就是续盘接战 这个地方叫十本供需柔克刚 体会一下这个 这挺有意思的 是 行 这个就白棋开始柔克刚了 他这一次怪了 黑棋这么多人的地方 下一招黑棋不好着力 这个力量不好 给他卯足了 就是弄上 后来我们接着看 郭文潮在这恐怕 说不定是花了这盘棋 最后他的时间 我推测 因为这一招太玄妙了 白棋确实很苦 攀岩一般单关连回 但是连回之后呢 他度过了一个大的难关 对 他连回去了 本来说这个地方是不好连 那黑棋现在能不能切断他 哎呀 他刚才都没有断 他现在要断 你让他可能给他出难题 这个有点危险 这个断可能会有点危险 对白棋比如说刺一个之类的 之类的 之类的 对 这一次之类的 跟刚才完全不同 因为他战士发展到中间的时候 把这个地方绕进去了 这块棋他也不一定完全很好 对 那么现在实战黑棋 看来他的策略呢 是打算唯控 他不打算吃他 对 他打算唯控 他算了 说我这儿能守住 他觉得他控够了 就可以了就行了 对对对 我们接着看 一次一接 但是呢 他 球单元他主要有个纠结 就是他这个地方他不愿意补 他不想补 因为你要现在补一个 当然就是空了 但是这个补好像不够 人家从这儿进来的时候 你不见得够 对 是不是 刚才我们说的黑棋 这个有接近六十目 是因为他下墩 这个逆收了 所以他现在这个棋 他叫棋虎南下 你补在这儿多了两木棋 以后人家进来 这个节菜无数 你还不一定吃得到 而且您刚才这个打入依然有 这个打入依然有 所以这个地方 现在他陷入一种纠结 再加上有点误算 我们接着看 他一贴 搬 这个必须要搬 这个不搬 被人家束一下也受不了 万万想不到 这个地方 王锡这块大龙是先手货 他脱先了 脱先了 他先手货 当然代价比较惨重 是很难受 人家打你只能反打 这样被先手抓掉 好 我们接着看先手货 现在战事变成另外一种 如果黑棋全部失控呢 我觉得全局的形式 好像黑棋还可以 对 不像刚才那么优 但是还可以 还不错 还不错 那么 但是 但是 这里头究竟是 但是 黑棋里打吃 对 我们广大骑友下棋的时候 一定也会出现 做大模样的棋 对 甚至我猜测 一定也会出现 新卫加小飞 然后周围 一配合形成大模样的棋 这样的棋 脚上该不该补一个 如果大家掌握得好 脚上不补 那是 力量确实很强 就是说人家点进来 我说 我能把它吃掉 我能把它吃掉 这就行了 这就行 因为如果你吃不掉的话 恨不得 我一说广大骑友肯定会会心一笑 恨不得你新卫加小飞 再加一个小肩 待会人家高手 三三一点 你还是吃不掉 你还是吃不掉 还吃不掉 我都花了钱了 还吃不掉 花了一招棋 那就回去好好练练吧 对 我们这个基本功 了解一下 会练练吧 行 这个地方是 郭文潮很爽 拔了一个花 上面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这个棺子太大了 就给大家算一下 逆收 他搬来都是先手 黑棋立下去 逆收 这有多大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木枪 加上立下来几个打 九木 这个地方 棺子价值有逆收九木 等于 约等于十八木 太大 就这个破地方 逆收 太大了 黑棋立收就是十八木 不要小看 巨大 真的是 行 下成这样之后 现在的关键是这个地方 因此这盘棋非常好 总共这盘棋 最后下完招法很少 但是它的话题也是非常好 对 里面包括了很多的内容 对 就像比如说 现在黑棋要怎么吃 这一飞 就要吃它 是吧 白棋下一招是这个了 对 小尖 尖 黑棋小尖 小尖 果然是这样吃的 然后白棋扳一下 这个不要断 一定要退让 这个断了被人家虎先手 脚上至少有个打击 不用虎了 小尖 只要断 他就直接把这个吃了就行 那倒是 没错 我那个太不简单 对 这个如果你要接 它有点不会了 这个招法太多了 它最黑的可以吃在这 但这个变化当然也比较多 最黑可以吃在这 因为你脚上是不是活不了 是的 你走这个它 飞一下 你一挡它就点死你 那外边你来折腾 你有本事呢 这棋倒是有点薄味 可以折腾要比力量 因此黑棋不能随便接 但是白棋 白棋不能随便接 但白棋这个虎是先手 是吧 这虎呢 你黑棋任何时候只能走 对 白棋这块棋要想折腾出一些名堂 必须要靠这个 这个断点 它能补上 外边还有一些借用 它是它这个棋型的要点 由此我们重复一下吧 腥味加小飞 人家点三三 是否有一个打结活 严重依赖于周围的环境 对 这很重要 如果你中间铁板一块 那么你想怎么吃它就怎么吃它 对对对 你除了这个飞 你会不会跳到这儿去 它冲你就尝出来吃它 都行 但现在我们看白棋它是怎么活的 它飞这个 这飞终于 郭文操下不了决心吃了 这个地方是非常遗憾的 如果要吃呢 我看一下 确实是不大吃得着 不太容易吃得着 对 一冲 那么 它这个当然是先手了 对 主要问题在于哪呢 白棋把它冲断之后 黑棋这块棋没有活 这块棋没活 对 打吃 接上 它好像就接一个都行吧 我觉得你好像招法比较多 什么这个贴都先手 压都先手 接也先手 对 还有一个下法是 由于这个是先手 它还可以下这个 好 可以下这个 可以下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先交换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先交换 脚上这一档都是先手 是 所以这个有点危险 郭文潮也经过判断 这没有把握 经过计算 发现不行 他同意了 王席认为的吃不着 所以他选择了退缩 但是早知如此 这地方一退缩 早知如此 不如何必当初 他就是这样的感觉 他一飞 那么人家一挡 他靠在这 那这一代刚才这进攻 就完全浪费了 失败 所以这个地方是 他们带来的话题好 我们大家可以通过 他们这盘棋 至少学到几招棋 同时对郭文潮来说 他总结一下自己这个心态 是不是 对 非常好的 又是这个地方 刺为什么不冲一下 你就以为文文章端就赢了就退 好 他这一退 那么 他靠在这儿 其实作为白旗来说 最简单的 冲进去 你已经是挡不住了 挡不住 大概只能在上面走 对 但是最终呢 可能郭文潮也许是时间用完了 他经过计算 发现全局棺子是不是还能收 但在这方面 这个王席就太老了 这个确实目数太清楚了 这体现他一流高手的风范 他是先做这个 是吧 他是先压 那么人家再搬 然后白旗再搬他一下 这个时候黑旗难受 这一搬他难受了 他发现不仅仅是说 退让一点的问题 最后他不得已 他是断 对 断了 然后白旗活 这样就让他活了 不能打结 所以他只能吃 是吧 然后白旗再把它做活 他借着你不能用力 这个劲 白旗很顺利的 把脚上做活 黑旗拐 白旗再挤是吧 挤一个 吃一个 接上 好了 现在一看 全世界还是这个关子大 因为小薛你不走 它是这个 冲进来了 是吧 你不能冲断 它不是仅仅是这样 这个关子 它你一时候还没有那么大 对 它可以冲进来 那么你一冲 我假如说冲断 你断掉 在这 但是他这先来一下 你必须接 得 他一叫吃一般 死了 如果这个不行的话 这个关子太大 是不是 这一速出来 我看他一吃 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比这个大 比这个大 这冲出来 他无法抵挡 他不知道挡在哪 不知道挡在哪 太难受了 所以干脆把它吃掉 好 以这一吃掉 就约着人家是先手活 这个太成功了 白旗简直是 这条大龙 这个半死不拿活的一条大龙 先手回家 虽然是单关 然后转过来右上角 这块白旗 在黑旗的重兵把握之下 是吧 重兵把守之下 从围当中先手活 然后跟人家先手收官 哇 最年轻人需要反省 对 我在想 那个郭文潮 他被人家先手活了之后 他还要回手 冲这个手关的时候 他这个心理是什么感觉 他堵秒了 堵秒 这肯定很恼火 很恼火 好 我们再看几张 这个王岐太鬼了 他上边一刀棋是扳的 他把这个扳掉了 这个先扳了 然后贴在这 因为他如果不扳这个的话 黑旗有个穿 有穿 对对对 王岐这个鬼 是 这刀棋收得好 那么黑旗下一刀是飞 他把这个不安定因素 都给它消除掉 然后 他判断了 你就是飞到这个 我贴起来 看上去黑旗围的也不小 嗯 这个管子必须要印 哇 这再来一下 对 又尖它一下 到处把先手关子都 收断 哇 那个再一扳 这必须要印 王老师痛死了 刚才那逆收十八目 被人先手走去了 先手九目 等于逆收 逆收九目等于十八目 后手十八目 这必须要印 逆收 然后它掰 现在是先手 被白旗扣掉了 你必须守住自己的基本控 不然被人冲掉 因为这后来的故事呢 就基本上是如果 我们大家下这个期有时间 就是你要数钱了 就是你自己有多少钱 你要清楚 瞩目 这个其实也没那么容易 对 尤其是在职业高手 他读秒的时候 是 此外呢 我自己的感受是 我自己的 作为反面教材 给我们广大 其有报告就是呢 数目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像我过去下棋的时候 就是属于什么 一种很纠结的一种状态 你要说我特别自信呢 好像又没有那个资本 是不是 但是数控的时候呢 确实有一点 经常把自己的控数得多一些 就不准确 对 这个是普遍的一种心理 因为你总是希望自己好一点 其实王老师他比较谦虚 他当时的水平还是很高的 这个意思啊 我经常把我的控数得多 把敌人的控数得少一些 这个就不客观不好 所以把木数要数清楚 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广大的旗友 如果大家能够养成鼠木的习惯的话 你会发现你下棋的时候 多了一个指路的明灯 就是我知道我形势不好了 我要拼 我知道我形势好了 我可以退 对 就这个区别 行 我们现在接着看 他已经走完了 被白棋搬接完了之后 白棋是先手 他搬了一下 这棋 待会给大家数数控 发现很遗憾 黑棋最终输了 本来形势确实挺好 飞 他反过来倒算 好像要反过来 把这几个子包进去 是 黑棋靠一个 靠 白棋冲的话 他好歹断了 能把这儿冲回去 这样很清楚 你必须要引他冲回去 但白棋他也有他的绝活 简单一冲 接上 然后白棋 是不是搬了这个 对 搬了一下 他去哪儿 走了两下 先手 把这个冲回来了 这个冲回来 这是先手 先手 接上 我没想到 续盘阶段说 作为黑棋全局空中优势 空中堡垒的 左边这一带 最后发现没活 还没活 但是他先尖一下 考验一下白棋 看看 你这个会不会挡 还是你要冲过来杀我 这样他就挡过去 跟你拼了 对 这样吃不着 他就挡住 算了 黑棋站上 在这儿 好了 现在白棋 是把这个 把这个接回来 然后呢 黑棋一冲 半战 再冲过来 断 最后这几刀 走的时候 把给大家看看 他们实战也是 下完这几刀 就很快就下完了 接上 接上 这个大 这个必须要接 白棋呢 把先手都走掉了 半战 站住 冲掉 哇 这利 就意思 这个利的关子呢 银棋可以这样下 如果不是银棋呢 当然 他接一个 也是可以考虑的 他主要下一步 必须要求黑棋 要来收这个 是的 这是关子的大小问题 因为你这个 被他搬掉不得了 这一班 如果他轿匙接上 还得补 是 那么白棋王席 他现在是单地呢 就是承认 这个地方我们一人一半 你走这个 我接上 然后我就接上 或者是走这个 你从这个将来没用 我也是挡上 是吧 对 好 这样 他这个木数比较饱满 行 大体上给大家数一数木 好 咱们还有点时间 来得及数木 速度 因为和刚才的话题 扣在一起 就是数木很重要 这个是二四 十四 十六 十八二十二十一 三十一 三十六 四十四二 四四四六 四十七 五十七目 至少五十七目 对 然后六十七 七十七 七八七九 八十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十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十八目 墙 八十八目墙 黑棋 黑棋呢 是十 二十 三十 三二 三四 三六 三八 四十 四十二 四十四 五十四 五十四 五六 五八 六十六 六十四 七十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十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刚才它是 八七八 八十八 黑棋 大概盘面差不多 对 现在轮到黑棋下 比如说黑棋可以抢一个关子 对 那么大概是盘面接近的样子 对 究竟是这个好还是这个好 那可能是挡住好一点 说不定是这个好 差不多吧 一瘦 盘面差不多 所以差距倒是不大 但是肯定是 对 差一个天目还是差挺多的 因为它这个一碰嘛 这个两边关子还有点搜刮 是 大概是盘面差不多 也许黑棋好一点吧 总之它这个书是书挺嘛 这盘棋我们可以给大家再重新总结一下 这个话题很好啊 就是 开始看起来双方都很虚 这个弓也是假弓 白棋当头一震的时候 所以黑棋来说要硬 怎么硬呢 想得起来十本弓虚柔克刚 他就会指引我 就是我用什么方式一招一招聚焦 一步一步推进 就是这个尖 对 然后来计算它周边的变化 眼看计算变化的时候发现它单力不行 那么你就可以先扳 然后以是否单力或者断打来保留这个断打 把这个味道一综合 一综合起来 这个味道太棒了 这样我们就学会了一个这个棋 小尖这个 尤其是这个掉完了之后 当然作为白棋的这个贴 哎呀 这个高手这棋 水手棋难免 被人家腰眼一顶 这味道就没了 是 然后黑棋一顺便一出来中府 形成了后市 外市 不是后市 全局黑棋有力 上边那个地方 白棋危机意识足够的话 应该打入 想办法把这个事态弄得复杂一些 后来黑棋在金银中间攻白棋这块的时候 这招棋是左一路还是右一路 说明了棋手的性格 对 如果是我 我就就是很怂的就说一路 如果说像您刚才说的在这儿的话 其实后面可能黑棋的空会好一点 但是呢 他在这儿实战之后 主要还不是这两个的问题 关键在于您刚才说他 他没有挤过去 要挤 挤过去是很要他命的 对对对 那后来这个违空呢 黑棋好像稍微软了一点 白棋脚上出棋出得太愉快了 真的是 对 但是我宁可相信他们都是计算好的 因为最后的时间花在这儿了 他全部要计算这个死活 没错 发现是不行可能 对 那么这个脚上一旦被白棋先手作火 这个棋 黑棋已经大势已去了 可以说 但是我们很奇怪 小学他只输一点点 最后要输子 也就输三个子 这棋还真是 就说明刚才这黑棋 什么地方努力 把情况不同 好 那么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再见 好 再次感谢二位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的文凭论道 到这里呢 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奇情天下 奇乐无求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